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 一台形式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 正在通用电器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 它的前部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 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 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 两排直径为3.6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 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 实际上都不是 也都是 通用电器管它叫做无含道风扇发动机 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 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G7 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南天 提供跟新型空客A320一样的载客量 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 结果很明显 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 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 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G7的波音客机的 我是百科全数火箭署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它们的故事 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 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奖扇式的发动机 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 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旧式主义般的存在 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 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科技的记忆下方 见到的那种 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 那个发动机的命 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 这一切的起源 某种程度上跟两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 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六日战争 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 之后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 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 理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藏做好了铺垫 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 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 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其驱动的核心都来自于涡轮 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 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 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 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 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 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 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会缤分两路 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 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 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时 涡轮机之后变成热气喷出来 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 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 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 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 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删出来的旁路空气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 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 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 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 好了 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 那么工作效率呢 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 谁干的活更多呢 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 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 这个笔质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 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 不难看出来 螺旋桨的比例最高 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 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 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 你说他们想不想把科技上装着的 无伦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 当然想啊 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啊 但螺旋桨有个问题 它飞不快 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 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 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 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 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 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 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 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 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 慢悠悠的往前晃了 你说已经做惯了速度更快的 喷气式科技的乘客 还愿意倒退回去吗 矛盾这可又来了啊 用螺旋桨嘛 效率高省钱 但速度慢没市场 这可怎么办啊 哎 这种情况呢 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 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 于是在这个时候 螺旋桨制造商 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 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 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 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 以跟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 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 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 而后演变成两台实际的发动机 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 通用电器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 艾里森联合研制的578-DX 他们其实长得很像啊 都是把两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 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 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 而不是机翼下方 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流出空间 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 排除在机舱之外 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 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 578-DX的方案比较传统 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 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 而G136则大胆的多 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 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 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 还不如将两排螺旋桨 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 来得简单高效呢 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 在通用电器的方案里面 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 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 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 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 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 这个可不要小瞧啊 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 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机 每一个旋转机后面 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机 它叫做定子 目的是阻止气流 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 而产生旋转的流动 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机叶片时 拥有正确的角度 以便更好地传递出力量 不过这样的设计 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 而通用电器的天才设计 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 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 也就是说每一季液片的旋转方向 与其上游和下游液片的旋转方向 都是相反的 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一倍 因此效率变得更高 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 两排对转的螺旋桨液片 也能直接挂在涡轮液片上面了 波音公司认为 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 所以当机决定采用 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 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 变成7界机 然后抢下空客A420的市场 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 真的就能接起一场革命吗 并不一定 尽管奖善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 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 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 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 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 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 这事还是缓缓吧 一缓快半个世纪过去了 最后用通用电器前商务运营经理的 一句话来作结 如果燃料变成梅加仑一美元的话 他们又会吵着要要要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